大家好,水哥,刚跑完步啊,快走半小时啊,然后呢,他说明天非要想吃兔子,具体说这网络上啊,说这有一个人就是说做个测试啊,就连续吃也不是三天也不是七天,那意思没有营养啊,就是不是没有营养,就是好像就是没有脂肪吧,对啊,就是他蛋白质比较丰富,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说那意思,就过去不有一会儿吗,说吃兔子呢,连续 去吃兔子能把人饿死了,不知道真的假的呀,我一想过,我们家还养过兔子呢啊,你们家是不是也养过呀,养过,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就不吃兔了,但是你们家那是属于肿兔,育肥兔是吧,肉兔,我们家就是什么柴兔子啊,我记得那兔子啊,他分的特别快,而且是,是一个是两个是鲨鱼,他特别快,嗯,是,而且兔子特别残忍,他吃自己的杂儿,特别恶心, 真的,所以我也吃他,哈哈哈哈,我们怀柔啊,当地啊,买兔子还不好买啊,我们这样找着还不一定能买着呢啊,对,先去行不行,如果能买到呢,让你咱跟我测试一天吃兔子肉,能否叫唱啊,嗯,走着,走 有兔子腿吗,有,跑了好几个地儿都没有,真的有吗,我那天打电话,为人家说没有,这个吧,卖没了呗,哎,有,这有两个吗,都拿,两个,不够吃,嗯,这还不够,我闺女呢,够了,你,你这,这个是,你把小猪啊,不是,这个本身就没有营养,你还不让吃,还真有兔子腿儿, 那你再给你来点猪腿儿哦,去,猪蹄子,那个肚,去你的,那是你想吃的,哈哈哈哈,买着了啊,这个太肥了,太肥了,满意了吗,太肥了,多少钱,就不好意思的,不买的都,怎么了,竟然那么贵,75亿斤,那还贵啊,噔噔噔噔,昨天买好的兔子腿儿,就两只兔子腿儿啊,去了好几个地儿,终于买回来了了, 我闺女不吃,啊,闺女不吃兔子,什么鸡爪子,猪蹄子,猪鼻子,猪尾巴,兔子肉,可爱的,绸陋的,我闺女都不吃,哈哈哈,闺女,今儿爸爸给你做鸡丁儿,行了,早上来一鸡腿儿,好不好,好,然后你妈那个吃两只兔子腿儿,就听说吃兔子呀,啊,不长肉,越吃越柴,是越吃越瘦,所有能把人吃死, 你两只不至于啊,咱试验一天,看能不能吊秤,人家说那一个长期吃,咱们今天先试一下,是吧,对,然后最主要的是,昨天晚上我跟闺女一个人闹了一个大桶冰激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吊秤,哈哈哈,我跑步是你俩,对,哈哈哈,真行,买了仨,我儿子一个,我闺女一个,我一个, 我儿子回来太晚,还没吃,看看啊,你俩那大桶,全吃了,全吃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看看,两桶,你看看,哈哈哈,你看看腹头是什么,泡点包,我多自立,太自立了,媳妇啊,看看闺女啊,昨天是历史最低体动,呃,一百天的是一百一十六啊,今儿是一百零一天,看看愿望实现了吗,哎呀, 没实现,哎,反弹了三两,啊,再吃两桶冰激凌还,一百一十六点三,没事啊,昨天姐姐馋,多热啊,是吧,看看媳妇啊,是我也想吃,其实那冰激凌是我发现的,呂大公主发现的,买了仨,这就是母爱,我就不想让我吃,嗯,然后昨天是一百天,媳妇是133.3,历史最低体动,看能不能跌坏啊, 自立的旅大公主,哎呀,哎呀,没吃冰激凌也长二两,啊,哎呀,特殊时期吧,没事儿,哼,不公平,要把那个吃了得了,哎呀,吃了就长四两,对,你这特殊时期,今天测试啊,媳妇吃兔子腿,早晨一个,中午再来一个,我吃一片肌肉,对,你吃一片肌肉,看看能否叫秤,行什么,我没偷吃,我来夜长, 对,看,安慰你的吧,多好,给,鸡上,开饭了啊,早上每人来一杯黑咖啡,加了点牛奶,第一个月喝那咖啡的时候没加呀,它就是苦味的啊,也不色,也不酸, 来吧,就有肥味,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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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兔子,其实我给你这样喝,我真是我家小时候,我养的兔子,真的,吃这东西感觉有点贵了感,怎么都贵了,人家四川那边吃兔头什么那个,各种东西好家中吃巨多,是啊,麻辣什么的,嗯, 我天 柴是吧 干嘛 它好像就是 嗯 没有一点多余的 脂肪是吧 对肥肉 我一小我们家也养过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一大爷 他们家搬迁 然后有好多兔子不养了 我爸还闹回来了 哎呦这养 他特别爱吓咱 你看这兔子特别可爱 其实兔子特别残忍 再以后我小时候 也不爱吃兔子肉 就是特别干 也就是窜窜丸子 像你这样吃兔子粉呢 我是吃不下去 哈哈哈哈 对我瞅着都饿 也能够吃的 得给我闺女吃 得给你闺女吃 你也想买四只呢吧 最开始 得个人就俩了 得个就俩了 买个肉 不吃 不吃 都得我 闺女你说 你为什么不爱吃 就是这种 时间有点柴 你俩一口腾 我吃过 你尝一小口 还是不太好吃 你好 对于一些可爱的东西 或者那个丑了的东西 你觉得是不是 害怕呀 这家肉本来就不好吃 你都不吃什么肉 你自己说说 有狗肉 鹅肉 还有兔肉 鱼肉 这些不爱吃 还有一些奇怪东西 豆什么 猪蹄子 猪鼻子 猪耳子 猪脑袋 猪蚁的 还有呢 对 你这些奇怪都不吃 真好豆 是吧 猪蚁也不爱吃 我吃得很饿 那怎么办 前我都扎了 我说这意思 人家兔子的肉 是不是让你吃 就让你饿 就让你不想吃东西 不是他们为啥有的人吃 挺香的 他们可以吃过 你看谁吃了 我就那意思 想着这么一招 麻辣兔头 麻辣兔头 啊 这也不是辣的 好咯 白不吃的这肉 我的天 吃吧 一会中午还有一只呢 待会给我闺女准备好吃的 开喽吧 你们吃不兔子肉吗 爱吃吗 这家伙 给大伙测试一下啊 可能就因为这是兔子 不知道为什么 我吃心理上有些 哈哈哈哈 行 你会中午酱了 中午饭开饭了啊 吕大公主继续造这个兔子腿 给姑娘来一个全麦的馒头啊 今天中午 姑娘继续吃 炒鸡丁啊 搁点那个胡萝卜丁 加上那个彩椒丁 还差点 黄瓜丁 忘歌了 嗯 再来个拍黄瓜吧 惊出我一声 你不是说你半天都恶心了 嗯 吃不了别吃了 不行 不是你吃点鸡丁 吃点黄瓜丁完了 跪着也要走完 干嘛呀 吃了恶心还吃 吃点打算 那不更恶心了 那不更恶心了 恶心加恶 更恶 嗯 哎呦 我天 展哥那表情你们看不见 我是不喜欢吃兔的 我这也就爱事 就是小时候 穿完版 你不要再说 吐的这俩字了 就好了 行行行 这是海鲜 你别爱说了 你吃大龙虾 哈哈哈哈 行吗 我这是大龙虾 我为什么特别理解 大龙虾 你妈最爱吃海鲜 嗯 你就别说 你妈所有的都 行 那我说你那种 你那吃的大龙虾 呵呵呵 但吃不出来 但吃不出来 今天啊 媳妇是130级 3.6 我长了二两 闺女长的是三两 是吧 今天测试了一家人啊 李大公主一天全吃了兔腿 闺女全吃的是鸡肉 搭配了一个全卖馒头啊 明天看看啊 第101天是否调称 哎呦喂 吃点拍黄瓜啊 黄瓜西红柿 你这随便吃生菜 对生菜都可以搭配吃啊 跟你一起打卡的 有一姐们 紧追上你了都 也30多斤 牛啊 你是38 她是36 那比我牛多了 我这个好家伙 她说跟你一块捡的挺轻松的 不显然那么累 是吧 啊 还有跟你一起打卡 掉的最多的就是 10斤到30斤之间的 20多斤的多 7 8斤的也有 就7 8斤的违规的次数多 说吃一两天 然后捡个三四天 然后又违规一两天 又捡个三四天 那可有点差距了 哈哈哈 挺好 跟李大公主还有跟你打卡不寂寞 减肥期间呢 就是孤独寂寞 然后自己一个人那种情绪低落 是吧容易 所以说一起打卡 不走弯路不踩坑啊 明天看看啊 吃兔子肉是否能掉秤 最主要太恶心了 明天看能掉秤 啊 明天总结吧啊 真是 吃吧 没见了啊 哎呦没劲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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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